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很高興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除了分享我自己的經歷之外 其實也有些私心的 因為我剛才私以介紹的慈善機構 我們是非常之需要議師的 到時聽完我也歡迎大家如果有空 可以加入成為我們的義務補習老師 好 初心到紅心我們先說初心 還沒說初心之前我想簡單介紹我們的機構 我們的機構是一個政府認可的非牟利慈善機構 主要是提供一對一的補習 但是我們在三年前開始提供 學前的免費的playgroup和課程 以及一些免費的才藝活動 課外活動 其實都是圍繞學習機會這一方面的 條件有兩個 第一就是縱緩家庭的小孩 或者是領取書寶津貼全面的小孩 簡單來說就是窮的那批小孩 第二個條件呢 是成績是要處於下游的 簡單來說就是窄 所以我們所服務的學生對象呢 就是貧窮和學業成績差的 我們叫作為貧弱的學生 那這個呢 這個是up to 9號的時候的數字 我們現在是一對一的話 其實是幫著一萬幾個小孩 去做一個配對 一個禮拜一次的補習 但是其實都是不夠的 你會看到呢 其實現在呢 都有成二三千個小孩 是在等著合適的意思出現的 意思是怎樣 我稍後再說吧 我們在說的是15年 也有兩間中心 提供學前和免費的才藝 這個大概是我們的情況 在才藝學生人數受惠的 說的是人數不是人次 就是免費的 琴棋書畫那些 都超過三千人 而學前的play group 其實現在的play group很貴 但是那些基層家庭 基本上小孩沒有機會去上 但是我們也辦了play group 是免費的 都是用一些儀師來教的 那就超過一千五百個小孩 是受惠的了 那麼這一切 我們說回初心的起點 就是 當然是一個人 一部電腦一部手機開始的 我們說一下怎樣開始 會說到很前 大家看看這張相 是我在影樓拍的第一幅相 你看這些影樓在哪裡呢 如果你看到下面的字 是廈門的 其實我是在廈門出生的 在廈門長大 我十一歲才來香港 那這張相 就是我來香港之前 去影樓 留影的一張相 那每次呢 當我講到我這段的故事 就是從大陸來的 記者也好 或者其他人也會問 你那時候呢 當然是在學習的時候 承受了很多的辛酸 所以你了解這批小孩幫忙的話 我說 那你就錯了 雖然我是十一歲來到香港 但是因為我 我讀書是很厲害的 其實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來到香港是讀小五下學期 因為都沒有什麼學校肯收 但是我進了廣東道觀察小學下五校 小五下學期 那時候當然 英文真的不懂的 剛剛只是二十六個字母而已 在大陸學過一下 接著就下來了 但是其實 我很快就追到 很快就追到 在小五的下學期 那次的考試 我已經考全級第二 然後小六的時候 都不值得鼓掌 小六的時候是全級第一 所以我那時候是入了黃隱書院 在那個時候 所以我一向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去幫人做什麼 不一定是自己親受祈福才可以的 其實我們有一種同理心 或者我們有一種思維 不一定是身受 比如說你要跌跌了腳 然後才去幫那些跌的人 這是不需要的 就是我們可以 中學生讀黃隱 其實我的初心是從哪裡開始的呢 就是由中三的時候就開始的 初心就是想教書 那我媽媽也是教師來的 就是幾十年的教師去做退休 那在中三 為什麼突然之間我上去呢 因為我媽媽在大陸 因為一直都在大陸 那我就去大陸探她 就是中三的時候 那一年是寒假來的 就是過年農曆年假 那我看到一批一批的小孩 來探望我媽媽 不是小孩 一批一批她的學生 其實有些已經是大人 那由全國各地都來 那原來他們分為一天天的 比如說初三就是哪一屆 初四就是哪一屆 初五天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一直在香港讀書 然後那時候就讀黃隱 我發覺師生關係其實很疏離 為什麼我媽媽和那些學生 會有這麼好的師生關係呢 那她的學生知道我是我媽媽的兒子 因為很少見到我 因為我來了香港 就會跟我說 你媽媽當年怎樣幫我 怎樣幫我 那時候我就說 做一個這樣的老師都挺好的 所以教育或者做老師的心願 是從中三開始 一直都沒有變過 然後就入了浸會 休學一年就入了浸會 那你說讀書很厲害 為什麼在香港也不能入浸會 這麼差勁的情況 那其實呢 因為那一年呢 我高中畢業1988 1988我就開始上部學科 那我想著 無論我讀什麼科 我出來一定會做老師的 OK 那所以我讀哪一科 都不用看什麼前景是怎樣 是否讀投行之類 那我就想選一些自己很有興趣 偏偏浸會 88年她就說 她推出一個叫做中國研究 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社會學的學系 那我覺得 咦 正是我說社會學 我沒學過 很想去學 中國研究 因為對中國 又來自中國 有些感情 那我的成績呢 其實 A-Level是A、A、B 即是中文、中史 那如果我讀抗腰呢 一定是文學院的了 那我那時候呢 就太過自大了 我就認為 喂 我的中文都懂了 還要多學三年 其實這個是浪費時間 那我就選了一個浸會 這個中國研究系 那 所以呢 其實放棄了各大學的面試 或者是招生 但是偏偏為什麼一號一年呢 因為 我報了之後 浸會說 那一科呢 那一個學系呢 他們呢 要延期 延後一年才開 那我那時候想來想去 你延後一年 我等你一年吧 因為 可想而知多想讀呢 所以八八年那一年 就回大陸玩了一年 然後之後用八八年的成績 去報八九年 因為我當時的成績 入浸會 即是十拿九穩 那時候他還未正式成為大學 那 many ways 我就進去了 其實我講那麼多呢 主要是講 為什麼我對教育會是 這麼 這麼認真的意思 即是 其來有志的 那所以呢 一學畢業之後呢 我都是 去了一間叫做 施立 Band Phi的女子學校的教書 是一間在美孚新村 即是沒有獨立後社 三層 三層在美孚新村裡面的 那個學校呢 是可以見到天日的地方 是只有一個排球場 這麼大的籃球場而已 其他全部都是那些 走廊啊 什麼什麼 那你現在去到美孚新村 你找了三層樓去做課室 就是這樣 那你說 為什麼 你又這麼厲害 又會入到一間 Band Phi的學校讀呢 因為呢 我是有少少教育潔癖的 我那時候想選擇學校的時候呢 就遇到一個難題 究竟我想選擇哪間學校呢 如果我是覺得那間學校 是Banding高的 威風一點的 或者近家的 或者人工高的 或者學生容易教的 我覺得這些選擇呢 就不得純潔了 就不是純正的教育了 你又 就是貪威或者是貪舒服 那始終都要找一個 標準去選擇的啊 那我就跟自己說了 我發了六十幾封信出去 第一間請我的那間 我就在那裏教 不管哪間學校 那大家會知道呢 用這樣的標準 原來呢 最終一定是Band Phi的學校請你 最快的 因為他 那些老師走得很厲害 看到有人來 他幾大都拔著 那我當時呢 假假地都是黃隱畢業 讀書浸會那些人也好 中文也是全A 諸如此類 那我教中文 所以呢 基本上我面試員 都未走到出去 電話已經響了 那所以在那裏呢 我就 我就去了那裏教 OK 教得很開心 其實一路教到這間學校 是結業為止 是一個光榮的結業 因為結業之後 我就去了這間 做了創校的校長 就是這個情況 那這裏呢 我說的是初心的迷惘是什麼呢 一般來說 老師很想說 以校長 就是一個最高的榮譽 但是很偏偏 在做校長的時候 就反而對於那個教育初心 就開始出迷惘 這些是職位 剛才也介紹過 最年輕的校長 諸如此類 但是 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 我反而在問自己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就是 究竟這個是不是就是我所想要的教育呢 因為剛才我說了一堆 大家都會知道 我從中三開始 其實都非常之 對教師這個行業 其實是很有理想 或者是很有熱誠 但是 當初我們所抱的教育 其實都是這些 大家都會說 講了幾千年 有教務類 恩財師教 平等公義 教育是應該 可以敏除這個 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但是 當時我身處的香港教育狀況是怎樣呢 其實整個當時 在二千年打後 我想大家都可能會記憶猶新的 就是 開始教改 開始教育市場化 開始縮班殺校 學校開始競爭 這一堆就會出現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會有的 雖然你們不是在教育界 但是我想你們都會明白 或者你有很多 客戶是教育界的 教育師都還沒有 總之 那個生態 是非常之差的 這些生態 可能大家都會明白 如果你有子女的話 因為今時今日 這個狀況 是沒有改善的 是惡劣了 OK 在這個狀況之下 有一班學生 特別特別受到忽略的 就是這一班的狀況 就是我們所說的 憑弱學生 當學校把所有的資源 把所有的心力 放在可以為他爭取成績的學生身上 當老師所有空間 做了一些行政 和做了一些招生的工作 剩下的那批學生 他不能夠靠自己跟進 那個課程的話 他就是求助無門的 以前我教Band 5的學校 我有很多時間 會和我的學生聊天 會和我的學生了解他 會幫他課後補課 會慢慢做 但是在當時來說 老師是沒有這個空間的 如果你是讀書厲害的 沒問題 老師沒有空間幫我 我可以靠自己讀 沒問題 如果你不能夠自己讀 你又有能力 去找外面的人幫你 也沒問題 我有錢 我會找補習天王 天天來教我 都可以 我有錢 甚至上我都不玩這場遊戲 我可以外國讀 都可以 剩下的是一些 學習能力 跟不上課程 然後他在外面 亦都沒有能力 去幫忙學生 就變成了這個困局 這個困局 基本上由學前 去到高中 都是走不出來的 輸到起跑線 我不會再講 大家講得很多 高小開始墮校的原因 就是我們小學 在這十幾十年來 高小課程 就心得瘋了 去到小四、小五 我膽敢說 我拿張小五的試卷 給在場做 你們可能一半人都不合格 另一半是零分 就是這樣 所以你會發覺 他不是靠自己跟著的話 他父母的教育背景 亦都不能再幫到他了 小一都可以教一下 你加減等等 去到高小就不行 英文更加不用說 所以這一個 這個階段 一落後的話 沒有人去幫他頂住的話 他只會越拋離越遠 如果你去到中學 再沒有一間 沒有個好老師幫你去託的話 你去到中二、三已經放棄了 自己放棄 老師也放棄了你 我當時那間學校 招了很多中四學生 那間學校是高中書院 當時是要招很多的中四 我中四的班級去到L班 A到L班 因為當時有九班的中四 是有外面來的 新校 你一開 全部都是外面來的 外面的人為什麼會來一間新校呢 就是因為他想不到原校的中四 或者被人踢出來 或者撤學 凝聚了一大班 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他們的英文是什麼呢 他們的英文程度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日都說不出來的 中四 那你說這些小一都說得到 是啊 他小一可能他都說得到 但是一路那個信心 被人打散打散 對他們沒有興趣 什麼都忘記了 所以到中四是不盡反退的 由於成績不好 自信心 沒有對自己沒有期望 他在學校自然行為不會好的 OK 我記得我第一天開學是怎樣呢 我第一天開學呢 我的學生呢 有一批就跟人打架 被人爆瓶爆到醫院 所以我要去醫院看 另一批呢 就爆別人的瓶 我要去警署 他們補他們出來 就非常之 就是困難的處理 那我後來研究了之後 發覺校內有一班 已經一進來第一天 已經有大哥在這裡 因為來自不同 因為之前是認識的 外面玩開的 那結果呢 我就要約一些大哥去聊天 但是我那時候在學校呢 是借人家校寫 我沒有教完身 沒有成的 那又不方便談 我就約了他們去天台 那所以呢 我當年在天台講數呢 其實是比無間道早早很多的 所以呢 當我們見到這班學生 在這一個教育制度之下 這個中一招生 經常都有 但是對於我們這班小孩 他們是另一種解讀 就是一生中招的 就是你進了之後 這個就是我們教育制度 給他們的 好的 那我的狀況是怎樣呢 一個對於教育有潔癖 面對當時這樣的情況 發覺 你有教務率去哪裡 這班小孩 是沒有人去教他的 因為有教務率 今時今日不應該 只是給他一個學額 你要給他學習 你只給他一個學額 是沒有用的 在那裡燈燈到十二年 其實是累了他的 所以當時呢 我是相當之屈滿的 思想糾結的 糾結什麼呢 因為一直以來 我心目中那個 老師初心 就不是這樣的 老師的初心是怎樣呢 基礎教育在我心目中應該是怎樣呢 所以我在這裡希望播一段片給大家看一下 麻煩工作人員 這段片不是直接講教育 但是對於基礎教育來說 是非常之有反思的 是一個講馬拉松的一段片 我不知道有沒有 講馬拉松的一段片 那是網上片 大家可能都會看過 有沒有聲音啊 拉松的一段片 已經可以停止 快點 直到一方向 只能流 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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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繼續走 我會繼續走 更快 一步でも前に 那裡有未來的信心 必然有目的信心 人生是 是 但是真的 是真的 人生是這樣的嗎 不是 人生不是馬來的 誰是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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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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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 垂圾 哪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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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準 全的人生都很素晴 誰的人生をマラソンと言ったのか 謝謝 教育不是馬拉松 教育主要的價值和目的 就是要幫每一個學生 都找到屬於他自己的路 但是我們現在的基礎教育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的基礎教育是逼所有的學生去跑同一條路 還要用同一個步速 跑慢一點都覺得你不行 但是如果我們相信每個學生 其實都有他自己的那條路的話 我們就不會輕易放棄學生 現在有很多教育界的官員就覺得 學生的那條路一定是考大學要9條A 因此他自然會覺得 你這個人怎樣 你都不可能去搞一條路 你一定走不了 所以我放棄你 其實路不是只有一條 每個小孩都可以有自己的人生 所以基礎教育 其實是要幫他們找到屬於他自己的那條路 但是很可惜我們就不是的 我們只是逼所有人去走同一條路 如果你明白這裡 我就是任何一個學生都不應該被學校放棄 但是很可惜當時整個的教育環境 教育生態其實都不是能夠做到什麼 所以一直看著情況 看著一群群的孩子 我不是說我自己的學校 因為剛才大家都知道 我也有不同的議會去坐 這個是普遍香港 Band to 3 學校那些貧藥小孩的處境 所以如果我繼續在那個校長做下去 其實都舒服的 但問題就是你的初心 你還要不斷違背著才能夠延續 所以基本上你很難有快樂和滿足 OK 因為本身我的目的都不是為了做校長 但是當時我又看到在教育體制以來 老師又真的忙得抽筋 完全沒有任何的空間 而在你學校裡面 你又確實要面對一些教育局的政策 校董會 家長的訴求 市場機制 收不到生理要收拾 等等等等的問題 在體制以來 真的沒有什麼空間 能夠幫助這群孩子 除非我們整個教育體制去改革 但是當時你沒有可能改革一個教育體制 所以我去想的就是 如果體制以來幫不了 其實體制以外的力量 是不是可以幫助呢 所以我就去想體制以外的力量 這個就是在2008年 我終於就是覺得 我希望能夠用體制以外的力量 去幫這群孩子 用一個免費補習的方式 因為他們窮所以免費 所以在2008年的時候 我就開始 遞辭職信 當然這個遞辭職前提要計算 就是生活的 OK 計算就是生活的 我當時太太是公務員 海關的督察 我們計算計算 扣他的份量 就剛好可以遮蓋一般的日常開支 因為我有三個小孩 早點買保險就好了 真的 但是我讀國際學校 可想而知我對本地的學校非常厭惡 就是在國際學校 剛剛學費呢 因為公務員也有免費的 所以學費就遮蓋了 日常生活也好 還可以保持住一個工人 但是其他額外的要求 例如旅行 或者吃好東西 買衣服 買成的 那些當然要減 但是可以的 我家之餘 我太太也支持 所以我才是大致職 以至於我個人的生活 我是靠寫稿 去到寫專欄 去到做 或者是去學校說一些作文等等 所以他心目有提職 但是在學校辭職 你是不可以三個月離開的 基本上要提前一年 因為讓他去部署下一任 所以那一年裡面 我其實是在做一個pilot 已經不無校長政業了 就去接觸一些未來reserve的學生 尤其是那些椰青、邊青 結果我在那一年裡面 逢星期五的深夜 就去將軍澳的體育館 所謂的深夜就是十一點到兩點 這段時間 在將軍澳體育館 去接觸這班的小孩 這班小孩為何會聚在中間的體育館呢 因為當時清協有一個叫夜虛的活動 夜虛的計劃 就是十一點 體育館已經是收的時候 就開放出來 讓他們進去戲 跳舞 吹吹水 那他們的原則就是寧願你在裡面 有人看著 好過在外面搞事 我知道有這樣的機會 我就跟那個清協的主任說 我想去接觸一下他們 這樣可以怎麼樣 他說對了 剛剛我們有一個普通話老師 一直都請不到 所以你不如就用這個普通話老師來教吧 因為他們那個計劃裡面會有社工駐場 也都寫了一個普通話老師的 我說你當然請不到 二百多元 遇到人家星期五的深夜坐在那裡 你怎麼知道 但是我可以啊 我沒有問題啊 我又有普通話證書 因為我之前為了準備日後的生活 我考了很多牌 即是保險牌我考不到而已 我就考了保安牌 我只差一個字 考了保安牌 考了普通話證書 什麼什麼都有 所以我就進去 進去就擺了個桌子 陳教掌教普通話 然後坐在那裡叫人來跟他教 哪有人來 其實沒有人來 但是呢 就會跟他爹 其實我主要都是這件事 親親接觸了 如果有一個免費的補助 你願不願意 你有什麼關心 你有什麼要求等等的問題 然後就開始去嘗試 我記得第一批 有十幾個是填了表的 因為我設計了一張表 你補哪一科 在什麼年級 你想在什麼日子 然後就開始跟他配話 好 這一天我和你補 十幾張表填下來 到配對了真去走 只有五個人出現 其中有一批 是兩個好朋友 都是想補英文的 英文同樣 就是差到只有26個英文字母 又住在一起 我說好了 那不需要一對一 你們兩個一起一對二 因為當時來講 我都未確定一對一的形式 是這一批的小孩 令我確定一對一的形式 因為我當他補下去的時候 發覺兩個人的起點 雖然一樣 但是補了四五堂之後 我那個進度開始不一樣 有一個勇士很多 有一個還是耍耍耍耍耍耍耍 我說怎麼辦 我就叫勇士很多的時候 你等我一會兒 我教完他之後 我再來再教 再轉移 他等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在麥當勞補 我說你先吃著薯條,喝著汽水吧 他很開心的,每次都想等 但是這個小孩,後進的小孩 補了兩三次之後,他就停了,他不來 後來我才了解,原來他覺得有壓力 他覺得有壓力,連累他的朋友 或者覺得很瘀,等等的情況 我知道了,如果是這樣,不要緊,我再拆開 分別補,這個拆開了,這個都堅持了三四個月 由此呢,我才確定就是 如果你要幫這種類型的小孩 你是必須要百分百地恩財私教才行 如果你要百分百地恩財私教,你只能夠一對一 一對一,你就完全根據他的學習能力進度 完全幫他設計他整個教學的課程 甚至是方法 另外,接下來會看到這批小孩,你要教他 他不是那些聰明的學生,一坐下來和他做數 你是要跟他建立一種互信的關係 差不多要經過幾次,他才能慢慢投入 你要建立互信,一對一一定比一對二 因為往往你會分享他的生活,他的家是怎樣 他有什麼疑難 如果身邊有另外一個,這個效果差很遠 就算更好的朋友也做不到 所以呢,這個就是確定了一定一對一 一直堅持到現在 完全免費不用說 其實他們的小孩,去到講的時候 我一開始以為,我可以幫你補習 你有什麼疑惑的話 我一開始以為他想確定是否不用錢 原來這個雖然是他的疑惑 但不是他第一個疑惑 他第一個疑惑是不斷地強調 你是否真的幫我補 但我很差勁 我差勁不要緊,我理多少 我真的差勁 其實他的信心完全沒有了 他很害怕,我幫他 我說就著這個程度 我都預期他可能是小六 但他知道自己可能是小一 所以他不斷強調這一點 最後確立了這個形式 然後就開始運作 實踐是一個的 這裡不再多說了 我去得快一點 一對一面包就是大家會登記他的 你想補什麼科 你想在什麼地點 星期幾,你在什麼程度等等 然後意思方面 我也是這樣填的 我只是做一個配對 好像一些交友網站 100%的配對 一聲彈出來 彈出來之後 就靠我們的工作人員 或者我們的義工 去到電話、去到約 第一次見面等等 這個一開始 其實去到差不多一年 都是我一個人去做的 因為一開始香港是沒有這種 免費服務方式的 我覺得還要在街上派單 宣傳的 因為家長接到 是以為是騙他的 免費試堂 接著就收到貴一貴 所以要做了很久才行 補習地點 通常在麥當勞 在當年的時候 九成九在麥當勞 因為一對一補習 我們不方便上學生家 也不方便去老師家 要在學生附近找到地方 免得他去州居勞頓 在附近有一間在左近 又不用錢 又有其他人在場盯著的 就是非麥當勞目熟 現在到現在 也有超過五成都是麥當勞 因為麥當勞有它的有利的條件 氣氛其實都相當輕鬆 而且隨時都可以買到的東西 給學生吃 當然有時候會比較吵 這個我們會確認場地 如果那個太吵 我們就去家鄉雞等等 所以一星期只有一次 只需要一次 六十分鐘或以上就可以了 就是義務補習 我們會有義工跟進 這個就是了解問題 然後也有問卷調查 看看是怎樣的 就是都有一個 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 可以做的監察 說了那麼久 就是這一種 剛才說整萬個等等 其中還有條件我想補充 老師的條件 可能一會兒會再說 我們先說一下 有什麼效果 你做到這樣 效果是有的 我們先看學業的方面 與未補習前的效率成績 進步的程度 百分比有多少 100% 哇 是很厲害的 不過呢 問題是什麼呢 又不是那麼厲害的 主要原因就是 他們的起步點 起步點是零 所以呢 譬如說你默書 每次零分 現在一星期見一次的話 我們有五分 這個我們叫進步 OK 百分百是有進步的 尤其如果你完成了三個月 就真的百分百有進步 因為其實的原因 是之前完全沒有人幫他 他又脾氣又成功 現在呢 有一個人 一個禮拜一次 去問一下他 去教一下他 這個點也會有進步 如果是他本身 如果是需要人點醒 立即厲害的話 就是 百分之三十 就是前後學業的成績 都有十五點八 這個是前年的 而 現在有應屆的 但是DSC學生升到大學 比例是超過了百分之四十 這個是超越 超過是 超過是 超過是一般所謂 Band Free 學校的比例 OK 那這裡我都要解釋 我們的意思不是神仙來的 我完全差勁 然後搞到他們上大學 來DSC補習的學生 他不是全部差勁的 全部差勁的那些 不會來的 會放棄的 這些呢 就是有一科或者兩科 很差勁 會肥的 譬如說現在中英掃通 你隨便肥的一科都不行 甚至上你二級都不行 但是 他又沒有機會去天王補習 但是我們的意思 可以幫他搞定的一科 譬如是英文 或者是Physics 或者是通識 其實他是有機會去大學 所以這一科對他來說非常之重要 但是我一向覺得 就是這個數字也是有限的 最大的 其實是一種 心靈上的支持 其實這批的小朋友 有很多是會覺得 以前是會覺得 我是被這個社會所忽略的 沒有人明白我 沒有人去care我 沒有人知道我的問題在哪 只是當我是不好啊 衰啊 差啊 這樣去做 其實二師給他 往往是跟他聊天 信他 因為二師沒有任何的進度要跟 我也都沒有給二師 你一定要教到他幾多幾天是沒有的 所以他有相當大的空間 他因應他的特性 或者他能力的調節 亦都建立了很多逆思有的關係 其實他是感受到 首次感受到 有其他人對他的關為 分分鐘在這裡 所以 因此完成了他的學習動力 和未來的期望 在這裡我想播一段 最後一段片了 就是一個學生 很多年前拍攝的 關於 我跟他補習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下 可以了解一下 即是對於心靈上 教普通話 開始他又說自己的校長 就沒有做 就打算幫一下我們編清 那我那時候也打得砸 他當時那個英文的程度 就是26個英文字母 那小一都不如 Thank you 他懂得說的 因為聽得多 但是呢 寫出來他是不知道這個 Thank you 即是一班人上課的時候 他是看整體 是完全不會看個人 但是如果陳校長幫我們 他會完全跟我的進度 選一些方法去令我明白一些東西 我見到他其實都很努力 即是在那一集的時候 因為他那時候有堅證 那麼 你那一集之後都是國家的人 那天 但是都堅持得不錯 那我一路都打算去那一班 那之後就找了幾間深水學校 那初初那你要去 IN的時候 那你可能要interview 見一下面說幾句 那我原來是沒有經驗的 那他都幫我 教我怎樣去interview我一下 還有他有幫我寫推薦術 那這樣 那最後我入了一間VDC 讀了一個中資的文化 那之後 那剛巧就有個機會 陳校長給了一個機會 就去寧波讀書 就讀了一個課程 那是二加一的 那我現在已經是讀第二年的 那二加一的意思就是 那是在大陸讀兩年 那之後再出國 那之後再出國 去英國那一年 那完成了那個DV 我找不到陳校長 我想我女兒 只在家裡 就是 蓋住被子 你不要動她 那種 因為她身體不舒服 有少少 心臟有少少問題 還有她有少少情緒病 憂學了兩年 我初頭心 真的說真的 我心想 會不會賣個小豬 上來呢 就是說 要付錢 放下按金 那些東西 初頭我都會怕 是有這種的 但是 聊了一下 原來不是這樣 原來真的 校長真是好人 為了她 我沒有工作兩年 我照顧她 我幾乎崩潰 來到這裡 就開始 成績 英文有八十幾分 最近回去 她看醫生 她醫生都說她 開朗了 她很感恩 她都說 媽媽 我將來長大後 我也要幫她 好 謝謝 剛才看的兩個學生 一個就是我教的 另外一個媽媽說的 是另外一個義師教的 我才說的 義師教的 這一段是幾年前拍的 現在她已經是 Polio畢業 真的回來做我們的義師 那個位置 至於那個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就是 我第一次在麥當勞 兩個人一起補 聰明的那個 就是剛才那個年輕人 她現在去到英國的時候 寄回來的 讀書的東西 其實應該想看看這一張 沒有的 是這一張 其實為什麼要找張曾的一張 其實是 她去寧波那個二加一 是我們有一個這樣的 避開了 為什麼呢 因為她是連會考都沒有 這個年輕人 在中一的時候已經 進入了南童院 有案底的 然後被學校 中三已經踢了出來 做了一年 做一個 然後在深夜才遇到我的時候 然後呢 就想來學英文 她不是說想讀書 因為她做仁波 有一次被人調去中環的總部 對著那個鬼佬落單 完全不懂得落 要那個客人 看不過眼 我幫你 她會覺得 瘀到什麼 接著她來的時候 只是教她 怎樣 那情況 我開頭是用這樣去教她 當然後來她學一學 她覺得那個信心 但是想回去學校讀書 有這樣的機會 就可以取得Degree 否則她 基本上在香港 沒有可能取得Degree 因為回考都沒有 那這張照片為什麼呢 因為去年 張憑你知道她會選舉 要什麼什麼 就來探 那我 那我呢 但正面沒用 其實幫不了她 但我一見她來 那時候還未知道她不行 我馬上叫這個名仔 你一定要來 有來的 有來的 跟她拍張照 你有案底的 你以後找工作的時候 別人不相信你 你直接拍張照給她 拍張照給她 如果萬一被你搏到 會做到特首話 那就更加好了 結果最後其實也有關係 到她要去英國的時候 原來student visa 要她填布 要沒有案底的 她真的有案底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去問人 應該怎樣會增加那個機會 找些社會名流 去寫一些推薦信 結果其中一封 就找了中間去寫的 那些情況 所以她是有機會去英國的 這個就是讀書的時候 我剛剛上個月 上個月我去了英國 巴斯大學 當然她那間大學不是巴斯大學 巴斯大學很厲害 她那間叫巴斯巴夫大學 但是對她來說 已經跟牛津一樣 沒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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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情況 現在回到香港 OK 我們要說回她的主題 由初心到紅心 紅心是甚麼呢 當初只是單純說 我想用一個這樣去幫助她 其實你要幫助 開始在說執行 其實不是現在只是憑心 你開始有一套方法 這幾年其實是慢慢建立 一套我稱之為的第三教育系統 第一教育就是常規學校教育 第二教育就是那些收費的補習社 第三教育是一套免費的補習系統 就包括了這些所有的東西 OK 那現在我們課程 教材 網上的平台 其實都在鬥的了 By the way 我們很缺錢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捐一下 那服務的範疇 就是剛才所說的 這些是一個整體的 能夠支援這班基層 兒童在學習機會方面 是一個整體的 我希望這個會影響到一個 其他大型的社福機構 屋邨中心 和私人補習都來做的 因為第一教育系統 不用說了 冠進頭那麼多 第二教育系統都有 四家龍頭 然後一些屋邨的補習社 一些私人補習 才能夠幫助到有需要 第三教育系統 其實不應該只靠 陳後長免法補習天地去做的 應該有更有能力的 社福機構都應該去做的 實際上做不完 十萬八千幾個 我們現在做一萬幾 所以我最終剛才私兒有說到 為何開始做這個創新教育 又去到跟家長的情況 是因為我是希望有週一日 這個陳後長免法補習天地 是可以光雲結月的 因為它的存在 只是印證了我們的基礎教育 做得非常之差 我要完全幫助到那些小孩 一定要回到我們基礎教育 做一個正確的有教無類 恩財私教 令到每個小孩都可以在學校裏面 找到那條路 找到那些學習動機 有所進步的話 他們就不需要在校外 找到體外的機制 的力量去幫助他們 所以這個是 未來這兩年 過去兩年或未來兩年 我會做的事情 希望能夠 在教育家長之間 影響整個教育生體 回復正常 所以最終這個 紅心就是能夠結業 再次賣個廣告 講了這麼久 這些都是我們普通的意思 在地鐵站前年 貼了一個廣告 我們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都歡迎上我們網 登記我們的意思 高中畢業就可以 還有持續服務 三個月或以上就可以了 你不能說來教一兩次就算了 至少要三個月 多謝大家 多謝陳校長的分享 請留步接受大會的紀念品 也在這個時候 有請主席Lily 和Marine陪同梁千和先生 一起上台 代表大會致送的紀念品 Terry 你也分享一下 你也來接教課 其實剛才那種感覺 特別深刻 大家同業 記得今早上Marine 拿了小盆栽給我們看 就是初心的種子 原來前人中樹 後人成梁 我都盼望大家能夠 找到自己的初心 去到將來不僅能夠 去言諒自己 亦都可以像陳校長一樣 因為你的初心能夠幫助到 還有令到更多人得到你的祝福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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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親眼 好看